大家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更新一下这个画脸工具 这个工具呢 更新的频率还是比较快的 那么最新一个版本是4.3.1 看一下 它这个实际上呢是4.3.3 它这个工具里面打开之后呢 显示的是这个4.3.3 这个是我们上一回更新的版本 首先呢 隔了两个版本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更新的内容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更新 基本上是修复一些bug 加了一些小功能 所以这个就不去细说了 然后呢 它这个最主要的内容是添加了 对这个Mac系统的一个支持 Mac系统也可以使用了 所以这个版本还是有点内容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版本 这个是这个包 这个是Mac的这个包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还是这个启动 啊这个启动了啊 如果没自动出来这个页面的话 你可以点一下这个地址 会再出来这个页面 那么这个页面跟之前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它就是对这个整体的布局呢 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 所以这个功能呢 咱们也不去细说了 如果说有不了解的话 可以看一下之前的视频 之前有一期视频 是讲的非常详细的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这些东西呢 它有个更新内容 就是这儿 多了一个这个 所有的输入脸 它会识别所有的脸 这是一个改动 其他地方基本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咱们就直接来找一个例子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 用这个啊 我们再来找一个目标图片 这是目标图片 一般来说这个输入人脸这边呢 它检测起来会慢一些 这个是很正常的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这个是需要耐心等一下的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点一下换脸 这些工具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好操作的 大家看到了 这边出来了 这是我们换脸之后的效果 当然这个不够清晰 我们开一下高清模式 刷新一下 这个是高清处理之后的结果 这个效果没有什么问题 挺好的 再来换个视频 还是我们之前的视频 啊 这是我们的目标视频 然后呢 我们还是这个 点一下刷新 它现在一个脸 应该是换过来了 点一下 取消了 取消的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个就是换脸之后的效果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你这边的话 可以点这个开始 这边会直接去导出 咱们稍等一下 这边就跑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效果 好 这个效果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非常的不错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 怎么样去启动Mac 因为我没有Mac电脑 所以说我只能告诉你怎么搞 所以具体怎么使用的 需要你自己去尝试 你解压说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然后这个错了 这个 它这里面呢 有些这个相应的代码 大概意思呢 就是这边会自动安装这个虚拟环境 如果你没有虚拟环境的话 自动会安装 安装完毕之后呢 下面会自动装一些别的依赖了 等等这类的东西 它会自己装 下来下来这个东西呢 然后你就解压 解压到你的Mac电脑上 然后启动这个文件 点sh这个后缀这个文件 在Mac上怎么启动呢 如果你不会的话 自己去百度 或者其他搜索引擎去搜一下 因为我没有使用过Mac电脑 我跟你说呢 怕说错 要不然你带沟里是吧 就不好了 随机给大家自己去查啊 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 大家有兴趣更新的话 可以下载一下 大家拜拜